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來第二節菊花台 剛才說到的士司機哥哥很開放 不是很開放 很開明 很開明 第一節我們剛才說一下 今天10月11日 國際出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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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這一日不是很多人知道 對 我也不知道 其實這一日是約在一起 那天出櫃 因為我經常覺得 這些什麼日 當我在那一天去做這件事 是一件很有代表的一件事 例如如果有國際結婚日 這樣全部人一起在那天結婚日 一齊結婚 那為何有這一天呢 10月11日 國際出櫃日 英國就在10月12日慶祝 歷史是怎樣來的呢 我都要先看資料 歷史是一個叫做羅伯特的人 他有一個全國同性戀平權倡道的個人成長工作方的創男 當年 即是1987年 即是第一個文化 對 為何他選擇10月11日呢 是因為紀念1987年10月11日 是華盛頓同性戀權益遊行日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因為當時還未學法 美國也未學法 他說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倡議多些人去認識性小眾 當時他最多說的是同性戀 另外 後來隔了一年 就有18個州參加第一次的全國出櫃日 即是一路慢慢 包括全國性的媒體 然後第二年 就直接連墨西哥 增長到其他州份 已經去到21個 然後1990年 媒體就開始幫他們推動 全國出櫃日 亦都被推動到50個州 和7個其他 剛才說錯話 是嗎 你說全國出櫃日 是嗎 出櫃 哎呀 搞到我去哪 這些主持不行 去哪 好大很危險 出櫃日 出櫃日 被推廣到所有50個州 和7個國 其他國家 哦 7個其他國家 每一年 亦都是 有什麼活動的 有增長 其實他們的活動 在美國 香港完全沒有 都是嘉年華會 並不是遊行 即是好像PingDoc 類似 類似 現在每一年 他們都會有一大堆的同志 出櫃 即是走出來 他們會怎樣呢 他們會帶著粉紅三角 黑色三角 即是代表他們 系基的 是的 那個標誌 即是歷史標誌 是 可能乖乖身 或者什麼 做一些牌 哦 即是那一天呢 我就可以帶著粉紅色三角 或者是關於 我是雷和獨身的東西 就放在身上 好像抗議一樣 拿著牌 搭地鐵 我覺得挺好的 有這個同志出櫃 可以像你說的 其實那個模式 要怎麼做 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什麼所謂 如果你是一班 和一班 男朋友 或一班 藝人朋友 約了 我們一齊出櫃 一齊出櫃 其實他不是 不是代表那天 我們要跟父母說 我們是雷和雷 而是在那天我沒有包袱可以外出 我不介意別人知道我的性取向是甚麼 因為既然今天出櫃日 我分享少少 不是我的出櫃日 大家都知道 而是剛好 早幾天有人找我錄影 因為這個coming out date 找我訪問我的出櫃經過 出櫃經過 出櫃 come out經過 說好一點 今 out的經過 其實我都說過很多次 我不是一頂這樣說出來 是循序漸進 避到今 out 你是別人幫你說的 對 我是避到的 好像你也沒有直接說 不會說我喜歡女生 一次這樣 不是一開始就說 說說說說就跟我媽媽說 媽媽我喜歡女人 我想說這個論點 有很多時候 為何我們不敢出櫃呢 或者不敢出櫃 不敢跟家人說 其實是很害怕 開口去說 好像一次性 好像一次性 但你其實是不是 都是一次性 不是 其實很多事情是循序漸進 是的 我訪問過程當中 然後再回去思考 原來是循序漸進 你的行為 可能 所謂我們的性別氣質 其實有些人 其實你比較女性化 或者有些女生 又比較男性化 你家人 其實在這些循序漸進 過程當中已經知道一些事情 但很肯定 或者他成不成形 然後慢慢 可能你不再年長一點 又大過了 又不拍拖 在他們主流社會當中 沒有找異性拍拖 是 亦都會又多一層 其實不是說 一說出來 我喜歡男生 完全他們不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靠這些循序漸進 才知道 你都不是一下子 就告訴他 都不是的 我跟我姐姐說 是真的一下子 這樣說 其實是跟誰說的壓力 是的 你的信任程度 是啊 可能我是很信我姐姐 但我不是很信我家 就是我爸爸媽媽 自己買大小 他的賠率一定高 這次一定大 是啊 那我買大 是啊 其實我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問題就是 我小時候有一個工人 那個工人到現在都維持著聯絡 他好像我媽媽 其實他像我第二個媽媽 有一天 他就問我姐姐 我是不是Less 我是不是喜歡女生 然後我姐姐叫我 你小心點 他問了我這個問題 我現在很害怕 就是因為他會回來 11月我姐姐生寶寶 他會回香港 即是回來探望你們 回來探望我們 然後我就很害怕 很害怕他會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跟我媽媽說 我都沒有那麼害怕 反而和 為什麼呢 你怕什麼呢 因為他很兇的 但是你小時候覺得他很兇 都大過不是這樣 不是啊 他很嚴肅 即是他會捉著你說聖經 這個是我最害怕的 我媽媽不會捉著我說聖經 我也可以告訴你 我覺得你不用怕 因為我知道你那個姐姐是誰 是啊 你知道你現在也不是 你見過Nana了嗎 她有Facebook 她有留言 是啊 那她為什麼會知道 其實你也半公開 其實是 我在Facebook 是這麼說 但是我很怕她捉著我 說聖經 你明白嗎 或者她捉著你 說聖經 但是跟你說是祝福呢 當你知道其實她說的話 其實你知道她是不會明白的 不要猜測別人怎麼擁抱 我看她留言很正面 在你Facebook 不是啊 她不會留在那些 你拍拖 我拍拖那些 她是正面 她的人是很正面的 但是她 因為她太虔誠了 那你怎麼知道呢 你當初還未知道她是否接受 因為啊 我連出夜街和喝酒都不行 這一個是你小時候認識的她 不是啊 大了是大了 我姐姐最近是結婚的 她回來了 她回來了 然後她知道我晚上 出去喝酒 但是我一時左右回家了 她說我 你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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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一段關係 沒有了一段 跟這個人的關係 對呀 但是 是否正正一定要說呢 或者你可以不說 避開這個問題 如果你覺得你未有這個信心 說很多次 記住 國際出軌日 出軌日 哎呀為何我常說出軌 救命 國際出軌日 其實不是鼓勵你去 吸引 吸引 而是用你自己的方法 給更多人知道 其實不要再隱藏自己的 神經香 你已經沒有隱藏了 我沒有隱藏 其實是否也知道 只在見面那一刻 說什麼 對呀 她也知道 肯定知道 我好害怕 其實沒有也害怕 你比大大 幾十歲 是吧 還有一點時間 另一個Mini News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Spotify 聽歌的程式 我沒有按照電話 我在電腦聽 原來他在今年10月26日的台灣同志遊行 他搞了一個Press Play for Pride 專門播放 選了很多支持 他沒有說明那個Play list的人是Gay 我是Less人 誰是Transgender 總之選了一堆歌 就做了Play list 肯定已經有彩虹 張偉妹的不一樣又怎樣 還有一堆英文歌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覺得挺好的 我覺得好像Netflix會出一個 Now是有的 Now是有一個多元 忘記了哪一個頻道 我們可以買來看一個頻道 例如Fox 或者什麼 你可以按進去 很多電影給你選擇 但我忘記了哪一個頻道寫著有一個多元的東西 全部都是關於Gay and Less的電影 如果有 我也不知道 我先回去看看 但這個Spotify 也算創先河 當然 因為他專門播放歌曲 其實這就是正正我剛剛想帶出來說 還有一點時間 每一個社群 我覺得我們姓小中社群 總會有一些歌是代表自己的 是啊 女同志會有哪一類 又是你那些 不會 Gay的很多都覺得林憶蓮是icon 例如她那時候的微亮 我們就是何韻詩 總有一兩個 但本地比較少 我們就是何韻詩 你不會選擇容祖兒 香港有很多何韻詩 即Less是有很多人喜歡何韻詩 即是藉人很喜歡陳奕迅 是的 男女也是 因為是icon 何韻詩 她自己又出現了 但很奇怪 男男人是喜歡 要是林憶蓮 要是當年以前是梅玄芳 梅玄芳到現在也是 是張國榮因為come out 第一過身 才是追憶張國榮 譬如沒有人喜歡羅文 是不是太久 她也沒有come out 而且太久 那個年代的人都不能come out 是 不能說 現在這樣 會死的 這麼open 所以我想想 gayman有沒有哪個男明星特別 那是明哥 明哥 明哥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但如果在外國 即是說外國 我喜歡的 Less的藝人是 Alan Degeneres Oh my god Alan Degeneres真的很棒 是嗎 是呀 但這個是Less人而已 他是Less 是呀 是呀 那就對了 Icon Less 真是奇怪 好啦 我們說得太遠了 我們差太遠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再見 拜拜 對付任何問題 可以打來這個電話 和這個email 去查詢 瑞智亞洲 關懷保障 連係你一生